上岗配马宁 能赢阿根廷 对此有刚正不阿者维师豪 替补席上不畏强权怒喷马宁 被出示红牌后勇猛的鼓掌嘲讽 自此国足名场面又多了一份珍贵素材 有量仔董淳宇知道维师豪说了什么吗 赛后马宁社交账号更是被网友攻陷 这火爆的一幕发生在中超比赛 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23年7月12日 中超联赛第16轮的最后5场对决同时拉开序幕 但其中上海上岗对阵未免冠军武汉三镇的这场却备受关注 其吸引球迷关注的角度格外刁钻 远远高过了足球比赛本身 比赛刚开始一切还都正常 上海上岗利用主场优势频频从左路发起冲击 见缝插针有机会就打身后 第11分钟 无垒阶队友常传反越位前插 单刀面对门将的选择有些让人拍大赌 这么好的机会就别想着无私传球了 结果被后发先制的人行关键解围 而对于武汉三镇来说 只要防下来就不难发现上岗后防的空虚 这次是谢鹏飞和阿奇兹越位状态下的两脚射门 被严峻林神勇挡出 除了同样的长船打身后 武汉三镇正面进攻也打得有声有色 接待维森左路横敲 斯坦秋外围远射被严峻林拒之门外 17分22秒 场上出现第一张黄牌 卡龙左路接王身超直塞被任航放岛 马宁开张大吉向后者出示了第一张黄宝试卡 这次判法本身没有问题 但却为接下来的争议埋下伏笔 接着武汉三镇从左路做文章 严顶号禁区线上晃出空间都设圆角 在遭严峻林拒绝 虽然是客场作战 但数据显示武汉三镇此时还是占优的 6分钟后 高准一左路携船打进危险区域 张灵鹏无奈对阿奇兹做出了犯规动作 不过马宁并没有做出判法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马宁反客为主成了场上的焦点 第31分钟 木热和买提将右路起球掉向远端 卡龙在王毅的干扰下摔倒在禁区 可以看到马宁在一秒钟内就做出了点球判法 对此武汉球员向马宁表达了不满 慢镜头显示王毅并无明显推拉动作 并且卡龙在摔倒前已经失去了球权 亮仔觉得这次判点有无问题 这立点球对武汉三镇来说无意晴天霹雳 好在门将刘电座挺身而出 凭借敏捷伸手扑出了奥斯卡的射门 此时比赛勉强回到正面 但马宁接下来的操作彻底将比赛切割的支离破碎 43分18秒 无球跑动中任行和卡龙发生身体接触 注意看这一切马宁在附近近收眼底 但他并没有叫停比赛 等于马宁第一时间认为并没有犯规 期间马宁再次扫了一眼倒地的卡龙依然没有表示 接着可能是收到了视频裁判的语音提醒 马宁叫停比赛给任行补了一张黄牌 此时可以看到马宁并没有后续动作 在张林鹏的举报下才突然想起任行身上已经两张黄牌 转身就给任行又补了张黄牌 结果就是任行为马宁的失误买单被驱逐离场 武汉三镇球员已经接近暴走边缘 看神情和姿态就知道他们有多愤怒 何超对马宁的判罚提出质疑遭到黄牌警告 但这并没有起到杀鸡警猴的作用 反而是引起了武汉球员的更大不满 替不球员继续发表抗议再次吃到黄牌警告 这时候维世豪坐不住 言语上应该不仅仅是抗议那么简单 结果被马宁直接出示红牌 即使教练组成员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维世豪一看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不仅指着马宁鼻子破口大骂 还鼓掌叫好以示嘲讽 他们两位在国内球迷口中话题颇多 量仔这波你占谁 武汉三镇少打一人比赛也就失去了平衡 上岗在投入更多进攻力量后 分别有李胜龙在62分钟打破僵局 和李帅在第64分钟造成高准一乌龙 克里纳曾经说过 一鸣合格的裁判最好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但今天马宁杀疯了 下半场同样的剧情又发生在上岗身上 第71分钟 戴维森单刀被蒋光泰从身后放倒 马宁依然没有叫停比赛 连现场解说也大惑不解 也许是自己感到了不同 也许是为了搞平衡 马宁在两分钟后通过V2回放确认 估计重施给蒋光泰也补了一张红牌 上岗没有像对方那样表达不满 他们清楚这是他们应得的 接下来继吴磊将比分改写为3比0后 武汉三镇在捕食阶段由阿琪兹打入一粒尊严球 比赛最终被定格在3比1 一场本该是冠军级别对抗的焦点战 被马宁搞得乌烟瘴气致力破碎 而为是豪和人行的停赛 对未免冠军武汉三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亮仔觉得马宁这场比赛执法专业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看 70岁以下的年轻人请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见